长眼方面,加拿大航空公司受惠于旅行人数大幅增加,贵度业绩理想 公司行政总裁更加表示,会进最大的努力改善航班而不问题 梅之辉的报道 加拿大航空最新发布的贵度业绩显示 受惠于旅行需求旺盛和票价上涨 公司业绩飙升至疫情以来的最高水平 截至6月底的3个月内 公司营业收入达到54.3亿元 高过去年同期的39.8亿元 而贵度利润就达到8.38亿 扭转了去年同期亏损3.86亿的局面 而坦博后每股收益为1.8毫半 也都是自2019年中以来最高的数字 行政总裁米高卢梭表示 强劲的贵度业绩归功于旅行需求的蓬勃发展 尤其是国际航班 过去一季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同比增长来自国际旅行 全季国际航班乘客量超过1,100万人 家行会尽最大努力保护旅客的旅行免受干扰